美妃出来的对付 美妃的好优优亦 美妃出来的良好优亦 美妃得越新闻 各位领导 我今天也确实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 向大家报告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大家知道 在过去十几年 在我们全体光复人 特别是中国光伏企业的共同国立下 就是光伏的技术进步与成本降低 我认为是超乎大家的想象 那光伏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 已经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地区 已经成为当地最便宜的电源 去年年初的时候 在沙特拉波基瓦基的项目 上半价1.04美元这个水平 那从光伏产业本身这个发展 大家也知道 在十年以前 全球光伏的技术路线 是以多经这个技术路线回处 但是走到去年的时候 单经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了 百分之八十多数 那今年我们相信 统计出来的结果会更高 在过去光伏从1839年 光升普特这个出来 到本世纪初五 那时候的一个光伏的一个量产效率 其实是在百分之十二三 这种水平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但是呢 在最近十几年 出现了重大的这种突破 真正从研发的一个角度我们来说呀 我们很多基础的技术 现在量产的技术 都是在十几年前 就基本上形成的 你像Kirk 是在当时马丁克林教授 在1999年 就已经达到了 这种24亿张的一个 方法效率的水平 一直前这个技术 基本上是早期是由日本企业 作为代表 在24左右的一个水平呢 16年 日本那家企业是26.7 当时出现了一个 最高的一个经贵的世界纪录 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如今呢 通过不断的技术研发的一个突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过去从一二年开始过去十年 我们在研发上投入了160亿的这种 这个这个投入 在过去十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有十一次打破 光复那个世界纪录 但是呢 就在最近一个来月的时间 我们联终三年 把全球26.7%的这个世界纪录 自己连续刷新了三次 就是从26.74 26.78 26.81 我们已经在这种很短时间 三次刷新 所以今天我们发布的 就是这个最新的世界纪录 那么26.81 代表为什么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还融进了这个十几次 脱破这个军录系统的这个世界纪录 但是它前面都加了定义 实际上我们的技术路线 比如说我们的N型TOP COMP 我们的P型TOP COMP 我们的无意意志纪录 或者说我们的叫做P型意志纪录 我们的叫做三亿化尺寸 是吧 推破26.5 其实它没有突破到26.7%这个世界纪录 但是它在大尺寸上来说 我们真正是突破 在当时26.5%这个水平的时候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十分伺候地宣布 不需要定义的情况下 单结清规这个技术路线 我们已经把全球的最高转盘效率 给破破了 这个是26.8%这个技术领先的意义 这个是在过去应该是68年 太阳快速花点水化 应该是我们中国企业 这个第一次站在金矽电池的全球的高度 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实现了1.55%的这种进步 所以说我今天 在各位领导各位专家的见课下 我也是怀着无比激动的情形 向大家汇报这个好消息 同时呢我也十分感谢 我们的中业医院的研发统队 创造出了这个成绩 刚才组织的一些介绍了 我们中业医院的副院长徐希强博士 也在线上 让我们祝贺 无限风光在想中 用科技挑战行业来想象的开发 我相信我们行业 中国的光复产业 以及龙基 龙基的中业地医院 在未来还会有两件事情要去做 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在26.8的人气准之下 我们仍然会不断的攀登 我们会持续的往金龟电视 乃至有可能 未来的双结碟瓦电视 就是不断的要去探索 这样的光方利用的转换效果的提升 这个是我们经过一定 还要努力的方向 第二呢 我们争取在两三年之内 在这个效率的作用的时候 实现一个低成本的亮点化 所以这两件事情 是我们现在下落的目标 好 我的发布会员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